俄羅斯在星期一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烏克蘭10個地區破壞了18吋目標 其中大部分是能源設施 首都基庫地區的水力發電站也遭到了襲擊 當地官員表示共有35萬戶住宅斷電 一些地區的移動電話系統陷入癱瘓 當中八成的居民斷水 至於哈爾科夫也遭到了5枚俄羅斯導彈的襲擊 一些關鍵基礎設施被摧毀 襲擊導致哈爾科夫施斷電 地鐵和無軌電車需要停擺 另外在星期六 俄羅斯政府以他們的黑海艦隊做到烏克蘭襲擊為由 宣布無限期暫停兩國之前達成的糧食出口協議 昨天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最活躍的 小麥期貨價格上漲6.1% 盤中一度觸及每蒲息以8.93美元的高點 至於粟米期貨價格上漲2.4% 而大豆期貨價格上漲0.6% 美國希望俄羅斯盡快恢復執行糧食出口協議 並且敦促各方在未來幾個月內都能遵照協議 保障烏克蘭的糧食安全出口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對此表示 烏克蘭不會因為俄羅斯丹方面撕毀協議 而終止糧食出口 符波報議 不結合 不結合 吳俄羅斯